大家好 我是咪咪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日本人最好不要说的三个日语 这些事情在课本里提到很少 但我觉得如果日本人交友的时候会很有用 所以请大家请参考一下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最近收到了从中国东西发过来的邮件 有很多文章 然后后面写下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是比较可爱的感觉 但其实有几种意思 比如说 美味しいね その服 かわいいね 新类字的后面加上 有孩子经常用的很可爱的语言 但如果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这样的短字的后面 或者是冬字的后面加上 这表示 你明白了吗 唯托 命令的感觉 从上面说的感觉 所以比如说 妈妈跟孩子这样说 家に带到家 必须手を洗ってね 如果跟我说的话 没关系 但如果要跟上次说的话 要注意这一点吧 第二个是 然后是 Jouzですね Jouzですね 是划算对方的农历 使用的 但前提是 双方的农历 或者是 年纪的上下关系 很明确的使用 比如说 妈妈跟孩子 或者是 老师跟学生 等等 所以 我们普通 专业的追求运动员 说 Sakka Jouzですね 这个有一点奇奡 因为追求 不一定是她的爱好 她是靠自己的持久能力来中间 所以如果有人跟她说 作家上手ですね 她也会觉得 当然要 我是专业呀 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想夸赞对方的能力的话 那用流似的说明 一说 准备 流似的 当然 当然这个没有也可以 那另外一个情况 那中国人 像现在在学习中文的日本人 不可以说 中国不上手ですね 这句话 我觉得可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文方面 我们和你们的奴隶 向下关系是很明确的 以中文母语的你们 和现在学习中文的我们 用比喻来说的话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所以 你们说的中文 比我们说的中文 更好是一个 当然的事情 但如果对方是自尊心 比较强大人的话 最好就不要说了 如果我 如果我 我和中国的朋友 同时说 中国語 上手 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很开心 凄嬉 也会觉得 谢谢 我以后也加油 这样的感觉 所以 反过来 有的日本人 跟你们说 日本語上手 也并不是从上面说的意思 他真的 从心理上觉得 你说的理由很厉害 所以他这样说的 第三个 是日本人经常 日本人经常 考虑的时候使用的 え えっと 这些词是连接 谈话 见识的 细节上没有意义的词 中文的 那个 那个 的感觉 六语的水平 以及很高的人 すごく よく使いたが 傾向が あるんです というのも これを使うと 上手い 日本語 になるので よくみんな 使いたが 但是 如果在电话上 太多使用的话 反而会对方觉得 不太舒服 也会觉得 你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不见了 对不对 特别是 えっと 这个是非常 口语的 连接词 所以在会议 相当点的 比较见识的时候 最好 不要使用 まあこういう あの なんていうかな あの えーとか あの とか 日本語がたくさんあるので 一つだけじゃなくて いろんなものを 組み合わせて使う というのも 一つの手かと思います そうすると もっと日本語が うまく聞こえる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うん 六位的话 有很多 这些 連接词 所以 我会在其他 新品里 我会介绍一下 うん ね 本当に難しいと思います うん 当然 注意一下 今天我说的事情 はい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 这里 如果有什么建议 意見 請給我 在評論中 里面吧 はい 谢谢大家 再见 バイバイ